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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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前进座 都敢进入一种很空的状态 就觉得整个世界很安静 然后就感觉到一种很深的悲伤 然后我现在都不敢进座 然后我一静下来我就感觉 感生很深的悲伤 就是很想哭 但是又哭了什么 然后近段时间我就觉得 这边身体它会一直觉得差 就是这里面好像有很想哭的一种 感觉在这里 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情感啊 就是感气啊 感功能不好 感气啊 不舒啊 或者是什么导致的 就是生理上的原因导致的 身体 吃点酥干丸嘛 吃点酥干啊 健脾的啊 这些 把身体调整 运动啊 静坐啊 配合 但环境我们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啊 就是说 家庭父母是能不能理解你了 婚姻能不能美满了 这些很难达成的嘛 一下子是吧 嗯 逐渐的嗯 让自己的承受力智慧 通过修行佛法来加持加强 也不去求我一定要快乐 哎 伤心就会站起来 你要求个快乐 你到底有对比吗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伤心 留着力我也能笑 哎 一定要留着力笑吗 一定要快乐吗 哎 就是我有千万种风景 现在周围住也不居住 我就是伤心的 就像今天就是天鹰的 你一定要太阳光灿烂 你才会幸福吗 是吧 哇 今天下大雨下的这么大哇 好像从天上铺水一样 我们应该坐在家里喝茶听雨 是吧 多浪漫的事啊 是吧 你只能不断的调整自己 你说又下大雨 好臭 衣服也没干 被子也湿 本来就潮湿 下山没玩是吧 我还想出去买东西等等 你为什么想那些 既然暴风雨来了 好不干了 不出去了 本来想去潮湿玩的啊 不出去了 改变策略 坐在家里看 坐窗里看雨 哇哇 你看 听那个声音多浪漫 多舒服 就是不断的调整自己 你只能适应地球的能力啊 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 这个是不断的学智慧来调整的 还要不断的修定力 还要健身啊 让自己阳光一点 不要老在空桥房里边坐在那 忧郁的想着什么啊 不能老想 因为你有充重的时间 你就乱想的时间就多 知道了 不要看微信学负面的东西啊 不要熬夜吃素干完 哈哈哈哈 然后就是这样慢慢会好啊 不怕的 嗯 嗯 客气啊 好 嗯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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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